俗话说像游新生 可这女人的狠心程度 简直不能用丧心病狂癌形容 因为极度小江深受小王子的宠爱 心机女便买通老师 在对方跳舞的草席上涂抹蛇毒 小江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刮骨疗伤 可算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醒来后 小江一心惦记着王妃选拔一事 王后看着面前情真意切的女孩 于心不忍 于是选择让老仆人对小江隐瞒了病情 晚上 老仆人特地为小江舒戏打扮 看着一把把掉落的头发 老仆人心头一紧 而此时的小江却浑然不觉 满心想着的是 自己被蛇毒侵蚀的双手 第二天 小江带病来到训练场练习舞蹈 按照王室的规定 若准王妃连续十五天 无法参加训练 那将失去竞选资格 而唯一的方式 就是接受竞争对手的挑战 心机女早先从药师那里得知 小江体内的蛇毒已经渗入五脏六腑 如果继续训练舞蹈 就会促进血液循环 随时可能丧命 为了彻底铲除情敌小江 心机女故意选择幅度与速度较快的舞蹈 小江的中仆 担心主子身子承受不住 赶忙找来了小王子 不料还是晚了一步 心机女看着昏倒的小江心里得意至极 殊不知她也即将大难临头 中仆带着小王子的亲信 阿威在集市上找到了 那位被心机女遣散出宫的女仆 并威逼力又套出 蛇毒是舞蹈老师教给她的 国王得知勃然大怒 没想到竟有人在她眼皮子底下 思乡授受受 她召集所有培训老师 故意拐弯抹角 向他们发出警告 表示自己国家未来的王妃 需要的是忠诚与真心 而不是那些处心积虑的人 秘书将国王秘密召集老师的事 告诉了心机女 下一秒 王后的命令就来了 小帅与大王子连夜赶回了M国 为了防止奸商帕苏再次出手 两人只好假装命丧悬崖 躲藏在王室基地 小王子将吸睛蜘蛛交给了老仆人 然后拿出那件冰冷刺骨的沙粒 蜘蛛在寒气的包围下 顺着枝干爬上顶端 随后吐出银白色的丝线 老仆人强忍着沙粒带来的寒冷 将丝线一点点收藏起来 而另一边 做贼心虚的舞蹈老师 终于坐不住了 经过上次国王的警告提醒 他似乎也看清了现在的局势